大家好我是TABLE,TABLE是我 今天我們要分享一個非常有趣的心靈魔術 這是非常酷,讓我們看一下它的宣傳片吧 作者先把一袋的東西給觀眾先拿好 那這時候請觀眾隨便講了一張牌 觀眾手上的袋子拿出來是一個蘋果 而蘋果裡面呢就是觀眾所講的一張牌 這個宣傳片其實看起來非常的神奇 收到的時候我當下其實覺得有點不爽 但我覺得說我是不是被騙了 就是花那麼多錢結果結果就是只有這樣子 好吧沒關係不要理這些道具 我先去看他的教學片 看他教學片教得怎麼樣 設定的時候會非常的耗心力 他一開始就要做一些蠻多的設定 但是當你設定完之後 你接下來表演就不用再做太多的設定 你就可以直接表演 看了教學片我發現 這真的超屌 他教得超棒 他給了非常多應用流程 我們先講影片當中看到的那個流程好了 真的可以完全給觀眾講任何一張牌 不用false 而且那個蘋果可以給觀眾檢查 沒有問題 以他的流程 像是觀眾隨便講一張牌 手上魔術師有一張空白的牌 然後魔術師把它捲起來請觀眾拿好 最後面拿起一個火 一點 結果發現那個空白的牌打開來 也是觀眾所講的那張牌 真的非常酷 完全可以命中 觀眾所講的任何一張牌 當你上手的時候 這東西就會非常好用 這是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讓你做任何的魔術師的預言 任何做選擇都可以完成 他有沒有什麼缺點呢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的缺點呢 其實就是一 你會受到你的衣服的一定限制 他需要穿著特定的衣服 才能做這樣的表演 比較適合在什麼樣的地方演 沿桌 因為你沿桌的衣服一定是特定的西裝 如果是在更多人的派對的場合 更適合沿著模式 如果你是一個有駐場的朋友 或是有固定表演的場合的人 我覺得這東西你拿到之後 你可以表演超級神奇的魔術 以上是我今天三分鐘的這個評測 如果對於這個到底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今天的評測就到這邊 掰掰 謝謝你們的收看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在下面按個讚 或是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還有另外其他的評測的影片 也歡迎收看 那不妨多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有更新一手的魔術訊息 讓你知道喔 那我是Table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是更新的 我是Table